接下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中区总监陈慧俊师姐上台致 欢迎池有请 有请我们的总监 尊敬的马来西亚繁老环童气功社会主席 郭关华主席 顾问Alex Lim 筹委会组长Kelvin 中央理事们 助理总监 教练助教练工厂负责人 以及我们来自北马区和南马区的师兄师姐们 还有中区的师兄师姐及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今晚由中区举办一年一度的 返家团圆迎新春千人宴 感谢你们的支持 因新冠疫情的关系 我们中区已经停办了三年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重新举办 让我们中区十六个练工厂的师兄师姐们 能够欢聚一趟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 滨城 滨城哦 霹雳 来自马六甲及柔佛的师兄师姐及干部们 感恩你们每一年都过来支持参与其胜 真的是有一种我们一家人回家团圆的感觉 而且这也已经形成了我们中区一年一次的大团聚 让我们一起迎新除旧 一起欢乐开心 一起欢庆新年 大家彼此祝福 大家互相扶持 彼此珍惜 一起发扬返老还童气功 造福更多的群众 让更多人恢复身心灵的健康 远离疾病的威胁 同时也让更多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去年2023是疫情重新出发的一年 中区经过了这一年的修整 可以说已经稳定下来了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中区也举办了一系列 针对教练干部 挨友以及工友的一些活动 例如干部的新春晚宴 干部的工法培训 以及干部旅游 抗癌勇士论坛 挨友的工法交流会 练工厂工友们的动进攻团训等等 而且中区在去年也在Cyber Jaya 成立了一个新的练工厂 同时也提升了一位助理总监 八位教练以及十八位助教 在这最煎熬的时刻 中区依然能够如此顺畅运行整顿 有赖于所有的助理总监 我们的教练干部们 以鼎力支持的配合 大家齐心协力 以及练工厂的师兄师姐们 你们的支持才能够完成的 在此我代表中区感谢大家 今年2024年将会是我们中区 重新出我们中区积极推广 全力以赴推广 繁老还童气功的一年 除了今晚的千人宴 我们也计划在3月份 第一次举办 由16个练工厂联合的一个大团练 同时我们也计划在今年 会成立3个新的练工厂 在今年我们也准备有一些计划 就是给挨友的一些活动和课程 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区的干部们 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家团结一致无我无私的奉献 就如今天的主题 大家手牵手 心连心 我们中区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走得更远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是繁老繁荣的大家庭 对吗 最后 我想借此机会 非常感谢今晚新春晚宴的所有工委居志工们 以及我们的两位主持人 呈现节目表演的师兄师姐们 感恩你们为今晚的努力和付出 让今晚的宴会更加的精彩 也更要感谢今晚出席所有的师兄师姐 演技你们的家人们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和支持 今晚的新春千人宴才能够成功圆满 在此我祝福大家有一个美满 美好快乐的一个夜晚 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